大会主席 各位同道 各位专家 我今天报告的是晚期副小肺癌中医中文治疗方案研究 有这个问题是国家食育或冬冠的科学 所以现在向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回报 大家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的 所以危害能够健康的一个疾病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缓治的方法 因为从全世界来看的话 肺癌已经成为来自死亡的第一位 每年大概有160万新发生的肺癌病 有140万死亡病 从美国2009年肺癌的发病率 有22万死亡160万 中国来讲 2009年发病率新发生的肺癌 是70万死亡60万 70%到80%都是肺小肺癌的 所以三分之二的肺小肺癌 都在领确诊断以后 都在复苏的关系了 损失了手术的机会 那么肺癌的治疗目的 这是什么呢 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方法 主要的一个是完结病情 第二个 怎么提高生存定量 最重要的一点 人产寿命 能活着就是好 不管是什么方法 主要是这个肺癌 那么从西医来讲的话 肺癌治疗的话 早期手术效果比较好 大概一期的肺癌的话 目前来讲有60%的 这个五年生存率 到三期四期就是非常晚期了 那个手术三期 三A还可以手术 三B和四期就没有办法手术 都非常晚期了 生存率就非常低 化肺治疗 五年生存率也就4%到15% 化疗 比较NP和GP化疗方案 近期比较好也50% 但中国生存期 最好的也不过只13个有 一年生存率大概是35%到14% 目前来讲 靶下治疗的话 这个套路开的话 中文生存期也就7.9个月 和10个月左右 一年生存率也就不过32个月 就是肺癌平利 就是一路上 这个中文生存期也就7.6个月 一年生存率大概32个月 这个西医治疗是现化 大概就这样 所以现在的医学治疗呢 肺癌呢 主要手段 一个是手术 患疗 还有白痕治疗 它的目的 主要是 消灭 肿瘤 文目标的 但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缺乏全身的条件 所以目前在奶酸治疗中间 缺陷的时候 因为有70%到80%都是中网期的 所以大多数都是去守住根子的机会 以化疗化疗为准的 虽然有一定的疗效 但是因为肚腹反应 对吧 问题 还有呢 管理器比较短 生存质量呢 相对来讲比较差 所以还不能够明显的天长生存期 随着我们国家 以中医症和中药治疗肿瘤 历史比较差 台北市近五十年来 巨多有个开展的 中医药和中西结合 治疗肿瘤的臨床研究 从整体观度出发 根据主流病人的 全身和局部的情况 把中医的变症和变病 辅症和取歇的方法 和西医的手术 化疗等方法 建议结合综合治疗 矩长矩短 取代了由于任何一种 单纯的治疗的效果 无论在近期疗效也好 在运气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也好 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方面 我们说都取得大的进展 也显示了中医药和中西结合 在肿瘤治疗中的特色和优势 所以目前的中西结合治疗 已经越来越受的 并且在肿瘤治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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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 那么这里面我特别要提出来 一个并且在肿瘤治疗中的 因为从中医人来讲的话 它是从整体出发 另外哪一种的发生和发展 这种创造成的肿瘤治疗中的 就形成的,就不如肿瘤了。肿瘤生长,又会均力不大,耗爽,正气。 正部二节,怎样的一个助长呢,还留着一个发展。 所以,对于自然的理论基础,我们说,从我们最古老人的内心,一直到起。 特别是,医中医部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机制裁与肿瘤的形成是由于正气的部罪,然后解析举织。 同时,提出来,肿瘤的肿瘤方法是用养症这个方法,可以消除肿瘤的。 这里面,明显地看出来,癌症和记忆体的抗病人的,我们所正气的虚弱有密切的关系。 也说明了,正气的虚损是形成主流的内在疫局,所以癌力和纯生性就变成一个局部表现。 所以,现在医学也认为,二星主流的发生发展和整体繁荣功能的衰退,令环境的失调、混乱。 尤其是西方免疫功能的水平的低下有比较相关的。 所以,这次肿瘤的肿瘤方又会加深了这个体质免疫功能的移植,阻挡了肿瘤的发展。 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中医来讲,是血液和症,相争的一个过程。 是肿瘤病人的症气和免疫功能的状态和肿瘤有的密切的关系。 我们作为治疗,治病主要是求其本。 所以,我们认为肿瘤是因为虚而在病,因为虚而生,整体是虚的,局部是生的。 这种一个治病。 所以,对于肿瘤的治疗,我们说,除了一般的产用的工法, 也就是手足、患疗、化疗,包括大象治疗,除了除了抗癌的中草药以外, 还十分强调治疗化的应用。 什么是辅证化? 辅证培本,就是在辩证论子,一定要辩证论子的原则下应用。 所有的治疗虚损不足的中药,来培证本人,调节人体的营养气血和断壶功能的生理功能。 增强集体内在的抗病能力,提高病毒功能,去除并且一致癌症的发展。 实在并且体高生存质量,延长收命,甚至可以治愈的这个目标。 这个我们在1972年,在全国总流美学工作会上,为大会做报告, 在大会的西医同道上场。 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和事业研究,也都证明了,有主题,我不讲的, 有事业部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中医药治疗总流都显示它,中医药总流。 我们根据护证区区的原则,针对病人的不同阶段, 协证的许多,我们要使用中区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法。 一般来讲,早期,我们要阻挡手术治疗为主。 我特别反对,我们有的中医,认为你不要开刀, 一般来讲,你就没办法了,要转移了,这种说法不够学的。 所以我们一直护证了50多年的总流,早期病人不一定阻挡手术。 中医到现在,你还在把消灭总流方面,力量还不够, 这个永远不如西医方法。 所以就不如把力量合适这种方法为主,特别是早期病人。 我们主张以中医药治疗为主的,甚至综合治疗方法。 所以这个是中医和中医结合总流的大概情况。 所以,过去我在香港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重复了。 那么,中医药在病院治疗中间有哪些作用? 首先是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第二个是提高病人的功能。 还有呢,相对的讲,可以一定程度来控制中流。 同时呢,还可以减轻患疗和化疗的, 还有打向治疗的不良反应,提高疗效。 另外呢,手术后,因为中医药治疗, 可以防止和减少副发转移,延长生命。 那么,讲了半天,中医药治疗和中医结合, 治疗总流到底我们了效怎么样? 目前来讲,我们国内中医药治疗肺炎的水平, 中匯生存期大概是8.8个月到15.5个月。 这个水平中匯生存期。 无论生存率最好呢,也就是24.2。 那么,我们因为中医药治疗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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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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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肺癌是因為虛的病,因為虛而是局部的神,所以虛是病的本,視為病指標,所以全身是虛,所以不是生的這麼一個病。 所以肺部的腫瘤,我認為是一個全身的疾病的局部表現。 由於肺癌,肺的話,中醫的講是一個膠狀,它是穿之刃的二號,解脫,因為肺了以後它可以發熱,但我們也在好奇上癮。 所以肺癌的虛,我們在這狀況上也因虛和欺凌虛是多見的,甚至外屬於氣質,許多於彈癮,這種一個局部的病例變化。 所以不同的肺癌對人,在不同的病人,在不同的時期,由於癌症對集體的狀態輕鬆不一樣。 所以症性的損失,狀態也不一樣,所以集體的反應也因人而異,可出現不同的症狀,表現不同的症性。 因此中醫腐腎化的應用,必須要在讀治之前,對病患者的症狀和下胎的表現。 因應中醫的治療八肝理論進行綜合的分析,加以辯證。 所以是同病意識的方法。 所以肺癌的症性,我們做了研究。 病症論是中醫治病的主要手段。 所以症,我認為是中醫的精華手段,也就是中醫的靶。 我們是靶相靶相,要有基因,要逃避,這個就是靶相治療,只有靶。 中醫我認為你是病,所以變症,這個症是個靶。 因此,在病床方面,我們做了1968年開始,我們對肺癌的中醫症方面的分布,做了一些症狀。 從1968年,一直到1996年,我們統計了一下,一共1,182的病人。 其中呢,以陰序和七因兩序和七序,也就是病序產生性大多數的。 所以,臨床人以陰序、七因兩序和七序,也就是病序產生變得比較多。 因此,因為我們進行不正化治療,主曉得病癌,參加了國家公關, 由我主持人和參與的,從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四、五、十一、五、 為主行,是過六、六、六個五 dement嗎? 這個工作。 開放的新藥有3個。 一個是診助看荷物液,是 coordinating control went in every hospital 第二個是上春��라 and Trailerme tumblr,是治療配妹。 第二個是企豚腰腸腸腸腸腊,這些是藍화腳距 going in every hospital. 這個是起企豚腸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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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小時, 在6月5月5月,我們參加了國家公關的擴體情況 我們有資金生計一些物量化治療環境,負責的必然 我們都使用在3期到4期的非腺癌病人,310例住院病人 採用一個四個單位,多中心的,清掌性的對比方法 水晶化的國民有新風化,用風塵風氣的靈感性 我們兩種,一個是中藥組,一個是化療組 中藥組根據中醫人,應用的資因一起分享這個方法 這是最負責的環境 另外,根據來自我們所產生多餘殖的,水晶化達暖絕 深的解脫,對這個局部組織進行治療 化療的暖MLF這個方案 所以,之因一起溫氧暖絕解脫,我們就做成一瓶一瓶的成藥 就是化到福南,從神,從柳醫院,我們就給他 按照這個,一瓶一瓶的給他,他就按照我們的資料方法 所以,資料以後呢,我們從中維生存期來看 你看,這個五年生存的是24.22都會對換期三期四期復興案 目前在講,這個療效還越來越突破 達到國際現金水平的 還有呢,這個化療組呢,就到四年,五年全部死光 沒有了,從這個局部組織,情況來看的話 就說,中藥組的話,穩定率達到87% 化療呢,就48% 對吧,中維穩定期,中藥流流過療 化療只有三個療,也都流入化療 其他方面呢,我就不多講 因為資料以後,主要症狀 然後,KPS和免疫功能,中藥組資料都提高 同時,也可以降低,這個相關的指標 這個,血清脾液酸啊,還有血清癌症 症因子啊,這些方面 另外,我們要達到這個工方 也要講一下,因為這個中華治療嘛 為什麼這個,這個就是說,那個背景 對吧,就是我們過去的背景 因為呢,八五公方時候呢 這個,國家中藥官就呼吸部聽出來 也搞藥,來治療 所以我們分析在裡面呢 所以我們就搞那個一期氧鈴解斗的方式 也就叫一費開論,治療關心 也三期四期的腐散 是把肥癌做了垂機 這個分組對照,前掌性的研究 271例,都是其一兩區的病人 那治療以後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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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療加NC 來講的話 一費開論率的話 是87% 化療組就有70億 當獨,這個中藥這一組 一費開論率就有80億 是吧 那個,從生存率來講的話 第一點,這個,這個,五年生存率的話 這個一費開論率 這個有20.7億 化療組就有10億 那個中藥加化療 那個中藥加化療 的話呢 有20.7億 化療就有10億 化療的話就有10億 所以這個明顯就有這個化療 化療組 另外方面,經濟療養來講的話 那麼我們還做一個 同時我們還觀察一個 這個187例的 一個三期的皮癌 看到它這個 三個組的轉移情況 這裡面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轉移率來講的話 單個化療的話 這個轉移率是 35 當然就中藥,這個一費開論率呢 是23 如果中藥加化療的話 它這個轉移率去2% 就明顯優於化療組和中藥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中藥在裡面的作用 治療以後 症狀改善的時間 還有生存率的時間 這個 這個中藥加化療這一組 和化療 大多中藥組 都明顯優於化療組 所以這個每月功能方面 我也不多講了 那個 質量組都有提高 化療度降低 另外這個技術上呢 我們就做了國家新藥 新富康和貨店 裡面呢 就是 有環璽 北沙盛天東 麥東 旅真子 山魚肉 叫古蘭 營養貨 呼魯斑 十三本 五叢樓 和十二五藥 主要是 一起療癌 獨聖培本 清熱解脫 有5個 國家藥物臨床 實驗基地 來參加的 採取多中心 所以就問 這個研究方法 主要觀察 經濟感染 對 褲小腰 療癌 療效 很安全 這樣結果 從我們這裡 可以看到 這個 西安和不西安 這個 中藥組 就百分之十一 化療組 有二十三 如果中藥加化療的話 要百分之十二 讓明顯不容易 單獨的中藥和化療組 所以今晚口復健 要和化療 聯合治療 總的效率 我們剛才講的 兩組有明顯的差異 面差異 使用局 有明顯療效 所以這個國家的批准 成為國家的新藥 已經上市了 而且呢 我們曾經和美國 在美國經營二次臨床試驗 這個是批准好 所以這個 他們已經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 做了一個 瘟災毒的效果 在觀察方面 沒有 不影響化療的療效 也沒有什麼 多性反應 加重多性反應 所以這個 初步他們做了一個結果 從這裡可以看 那個 如果 這個金福康 他們都是 四期的病人 四期的病人 從他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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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素地來講的話 他這個 中衛生存率就五點一 一年生存率就二十一 如果加上 金福康呢 這一組 十二天的話 就是我們說 兩個週期 兩個週期的話 他這個 一年生存率 大概大概 五十 五十四到五十幾 很明顯的 延長生存率 當然這項 工作 現在呢 因為他們都是招募的 都是晚期的病人 不如現在的 靶相 所以現在呢 有一點 往這個 進行 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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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 進行 另外後面呢 我們還做了一個 中藥 對這個 靶相 這個 和化療呢 這個觀察 我當中的 這個靶相 加 化療 加中藥 這個 大陸化療 做了三組 進行觀察 從這裡可以看 這個 這個 上面那個是 靶相 加中藥 再加化療 對吧 叫化療 嗯 這個 一年生存率的話 就有百分之九十四 對吧 另外呢 單獨 化療 這個 加這個 中藥的話 排隊的化療加中藥有 有七十八 單獨 這個 這個 化療的話呢 就二十七 就二十七 這裡面 明顯的 對白下治療 和化療 都有 增效都有 下面呢 我 叫混化一下 因為這個是個背景 為什麼要從這個提供 為什麼不將我們能夠中標 就根據我們的基礎 所以我們的中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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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制定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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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在研究,随着固体的目标,国家伴们提出要提供规范的、安全、有效的、可与全国推广治疗完成、亏小细胞肺业的中医中和治疗方案。 试验链设计,一个是分中医中方治疗方案组和单独化疗组,全部是采取多中心的水基,这个水基化是由南京症候中心来做的,采取清衡性研究方法。 试验链计划,所有符合柔组的条件的病人,就根据研究读下先后送去,按照水基分组方案,分配了两组。 评价中医中和治疗方案,治疗副小组的有效性。另外,我们再建设一个,单多的中医治疗组,采用肺手机的重新平衡对照,也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方法,观察中医要治疗副小组的疗效。 我们多中心的接触单位,有六个都是西医的三级医院,四个是中医单位进行的,都是三级医院。 找出病力的损交换,人工会计划。 现在您需要期间galallen correcting风险, Look,ifanology,病毒的重新病,决醫研究。 最后便只能换下lun killer疫苗开放,那么比如说, 97 年代份就出现了一个有效性区isa eingeladen量并且有没有其由此? 中医的辨诊标准是因序、起序和起因两序的辨诊标准 有主症、有治症 反正符合主症两项的和治症一项以上的就列出这个症 这还是根据两个标准的 那种标准首先要复合肺癌的诊断 经过病理和细胞学症时的 有伤害到自治的、带流的患者 而且是主要的病人 另外尤其病毒和内部有以上的 后面新肝炎工程都正常的 要资源参加的、签署同一所的 那个排除标准我就不多讲了 另外还有提出标准我就不多说了 这都按规定了 另外BD的脱落标准我也不说了 还有中区标准 另外的病床、封气和治疗 这个也要说一下 因为我们分成三组 第一个是化疗组 所以这个是化疗组 中医、中医、中医治疗组 和中医治疗组 这里呢化疗组的方案 用NP和TB和GP这个方案 主要还是根据 060年代中国版的 有了AX系的 不想说的实践标准指南 中医的中和治疗组 是中医的辩证 我们用三个阵型 对吧? 阴虚、气虚和轻点虚 阴虚我们用眼疑和紧 气虚用一气和紧 轻一点去用健康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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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真正治療的,用口服用化散阻读合起,再加进温注射化散阻读液,两个周期,做一个调整。化疗是刚才讲的,用化疗阻这个方案。 主要的观察,安全性,互相反应,和病人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观察疗效。 一共,我们社会的家医院,省业度三七四期的肺癌病人,是359例,采用水系平衡对照清长性研究,是联合85例。 其中的综合资料组138例,化疗组147例。 从今,当作中药组是七四期的。一般资料,根据新变灵灵灵、临床分析和病理类型中医症型,分布的三种情况。 资料、疾控和数据管理,这是国家中医管理局设定的,由南京中药大学疾控组来建议。 每年来检查两到三次,包括药物、临床数据、收入数据,都各个医院去查,看看是不是符合这情况。 统计分析有第三方,由上海中医大学临床医学评价中心,临床评价中心,不是我们做的。 南京团庄师,有两种统计方法来看什么。 特别是FAS这个统计方法来看。 化疗组治疗以后的,是14个月中卫生存期,中庙主也14个月,这两种没有区别。 中庙教化疗这些组,有19.8个月, 明显就由于单独的中药和化药组 这两种统计方法都特别 丁床了下的评定来讲 三组有没有大明显的区别 只有病状不接触 台北里面我给大家回报了 我们在你们往西肺腺癌 我们前面介绍肺腺癌 往西肺腺癌 化药组治疗以后的中维生存期 有12.5% 中药加化药 这一组有二次的单导 功率领先 大陆估计协定水平 这个是治疗以后 KPS变化这三组 中药组和中药组 中药组都明显有提高 和稳定的免疫 有与化药组 其他方面 治疗以后 可受的 和身体发烈的治疗不整 中药组都明显有与化药组 治疗以后 在多数反应来讲 这个干肾功能 各方面 我们比较出来的话 都没有什么 一些差异 就是说 中药加化药和医药 是安全的 最后每个人坐在 那个胎子堆加中药经测看 这种一样的 中药治疗的两项 因为 中药治疗的两项 李宏生教授和周大汉教授 他们十五公关的时候 也是做 水济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 十个医院 也做水济的方法 我们治疗以后 刚刚两项 我会保护 对吧 所以 我们要用变症和变定 注意的变症和变定 有西医疗变定 这样结合起来的治疗 要效来 要比他们要好一点 他们随意我们来施高 对裂的 对裂 反向 比较起来 张度化疗组 我们主人来看 对比一下 化疗组就是 当中药生存期 就半到十一个月 就用 佩瑞的 来讲 是变症 白症治疗的话 它中国生存期 也没有起到 酒果油 这样子的话 也都明显 都留于 目前 这个 单独的 西医的治疗方法 所以这里简单 小介绍 我们这个过程 就是说 一个首先 国家综艺关系 就是说 我们背景 我们前面讲过 你们过去效果这么好 你能不能重复出来 目的要求 我们重复出来 能够大家推广 使用的 比较规范的 方案 所以我们后面做这个 就是验证 我们过去做的工作 现在这个 能够 提供一个 安全有效的方案 所以 我们就采用了 多中心 用水基 蒙古 不参与 这个 对电 这种做法 我们用水基 而第三方做的 水基 水基 对吧 分成分组的 来进行平衡对照 做清掌性的 研究方法 我们评价了 晚期和小医院 中医 综合治疗方案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 这次也就是表明 就是 晚期和小医院 中医综合治疗方案的 生存质量 都优于单纯的 化疗素 具有靠靠的 安全性 第二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 中医 对负责症癌 这个说法实际上 治疗 中医综合治疗方案 在晚期 副小医包肺癌 的疗效 还是处于 我们现在 还处于 不论理性 达到过去现状水平 副小医 小医包肺癌 中医综合治疗方案 我们是尊重的 纯正医学 拓出 中医的 辨诊论 高体化治疗 发挥了 中医医 健康的优势 明显 延长了 晚期肺癌 患者的中卫生存期 提高了生存质量 这个 既富含 国际的肺癌 治疗体能 又 包括了 中医治疗特色 这些 中医辨证治疗 高体化治疗的肺癌 铁丝的中医药 在肺癌 治疗肺癌 具有良好的 疗效和动作作用 所以 这个 我们经过 国家科技部 和中医管理 和发改委的 几次的 这个 面秀 这个 肯定 我们的疗效 目前来是比较好的 最后 我再谈谈一点 总的来讲 中医药和中西结合 中科 结合 治疗肿瘤 已经成为 五个中医药领域 具有 中国探设的 治疗方法 在临床 和实验医的方面 都取得 抗洗的成绩 也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 中医药 作用于 全身状态的条件 基于 辨证论 辅证 具有 增强肿瘤患者 机体 免疫不能够 看病人员 改善症 生存质量 有稳定病灶 延长生存之间的特定 但对 奶灶来讲 俗小 我们说 作用是不够理想的 西医呢 这些手术 放化疗 和白癌治疗 它主要针对 奶 奶流在这个上面 治疗的维俗作用 但是它 也有副作用 对 免疫功能 或者看病人的方面 往往带来损伤 因此 也影响了 生存质量 尤其是 老年 其多的病人 还有其他病人 关系的病人 老后 他们也出发了 有效的办法 所以有的 就是他们 院士 包括一些 到最后 都到过去 找我来了 总的 院长 陪了病人 他自己老大 到我这里来找我 对吧 零部西医也没什么方法 所以从我们临床 大量的观察 表明了 把中医药和西医理论 和治疗方法 能够进行有机的结合 区长不短 充分华为 良者治疗 再提高 肿瘤疗效 延长患者的生存 生存期 会回复 和改善 来自患者的生存 资料方面 我们说 可以比单纯的中医 和西医治疗 应该有更好的疗效 因此 都进一步 来探讨 研究 中医药和中心 结合治疗 肿瘤方法当中 我们 必须要从整体观出发 根据病变的部位 乃西医药的旅行 天然的风起 和肿瘤病的全身状况 进行综合的考虑 制定出 针对各种肿瘤的 最佳的治疗方案 这样的有利于 中医结合治疗肿瘤的 研究的中体水平的提高 所以中医结合肿瘤学的发展 前景我想讲几句 因为中医 肿瘤学在体现自身修处 摊症和通知 已经向着定量化 规划化 标准化 这个过渡 在临床研究中 也引用了 纯正医学 现在已经成为 与手术 化疗 化疗 并列的四大自主之一的 治疗手段 所以说分子 生物学 和基因主学 和大本主学 等现在 高科技在 中医肿瘤领域的应用 多学科之间的交叉 渗透 中医和中西结合 在中医学 正在从一个经验的医学 实验医学 向整体医学 实在发展 未来的中西结合 在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学方面 将在全球 科技竞争中 可以拖进元素 为人类健康 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个我今天 这个 请大家回报 我们前接到 做了一些工作 好的报告 完了 谢谢 非常多谢 刘家霜教授的 精彩演讲 一个时间回来 我们这个 发文的环节 就取消 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途中 我们在这个 小邮和查点的时候 可以 向 陆教授 请教 我们 接着 有一个 纪念品 翻证的仪式 现在 我们有请 刘教授 刘布 让梁院长 跟我们 制作一个纪念品 给刘教授 非常感谢 刘教授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我知道了 刘教授马上 就要赶到飞机场 到外地出席 另外一个会议 容许我们一掌声 再次感谢刘教授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分享 谢谢刘教授 以下的时间 我们都交给梁院长 为我们主持下一个 刘教授马上